2 1 浦顶水资源回收中心 在倒数身中 耗时13年建成的浦顶水资源回收中心 终于正式通水启用 位处大溪中庄调整池畔的浦顶水资源回收中心 31号上午举行议奇工程完工通水典礼 他会市长张善政和内政部长林又昌都特地到场 并走出户外 在建筑设计师的解说下 欣赏这座融入池畔景观 和采用绿建筑设计的美丽水资中心 随后张善政也来到后方 视察水场处理生活污水的情况 并称赞在中央和地方合作之下 终于能拼上守护三汗溪水资的最后一块拼图 感谢水资保障大众用水安全 更兼顾民众的油气需求 希望当地未来能成为寓教于乐的清水园区 大溪浦顶水资源回收中心 第一期的落成启用 这个水资源回收中心 坐落在中庄调整室的旁边 为了配合整个大的景观 建筑设计非常非常的优雅 而且也顾到环保 大汉溪是我们桃源的母亲之河 我们有责任要把大汉溪的水质 和环境照顾好 我们水务局一系列在大汉溪 中上游的这些水处理设施 我们今天这个水资源的回收中心 是最后一个贫毒 那么我们希望大汉溪因为我们的努力 让它的水质越来越好 而且我们在这些环境的整治上面 配合了很多这些环境景观的这些设施 让我们的市民也可以在空闲的时候 来这边游气 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清水环境 加上环境教育的场所 台湾市府水务局也详细介绍 棚顶水资中心的功用 工程采促餐BOT方式推动 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补助分三阶段施工 目前一起工程完工后 每日可处理7500吨的生活污水 而未来也会配合乔爱社区 蒲林渡市计划区和原树林地区等 供1万多户完成接管后 扩大到每日处理15000吨 确保板星集水区用水安全 关于蒲林水资中心 它的日处理量是7500吨 那这边主要是处理生活污水 采用的是生物处理A2O的模式 那我们还有搭配消毒放流UV的方式 来提升大汉溪的这个水值 放流水的水值 符合它的饮用水的标准 未来我们会持续在 这个乔爱社区的周边 还有这个原树林地区 持续的办理用户接管 也希望各位市民朋友 可以多多支持污水下水道的建设 大汉溪是桃源母亲之河 因此今年水务局积极规划 整治沿线的污水处理问题 确保河川水质安全 并兼顾景观和生态 让林地设施摇身一变成为油气的好去处 而这次启用的浦顶水资中心 便是其中一例 周围除了设施步道和自行车停放区外 未来也会增设护卫咖啡座 要打造当地羽岩县水埃公园 成为桃源旅游新亮点 就有刘雨婷和卫报道